W3Schools 线上网页教学 我们一样点选右手边这个图示 再点这个超连结 这个网站是网页设计者一定会去看的 我想很多网页设计的人士 对W3Schools这个网站一定非常的不会陌生的 有关于HTML、CSS、JavaScript 像这些基本的网页语言都有做教学 连同现在最夯的JQuery也都有做教学 例如说我们要去学习HTML 其实你可以直接把它点进来 或者是点HTML File 这个地方它就有针对HTML File做一些说明 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要来找一下Color 这个网站它就告诉你 基本上有些Color它的这个语法是什么 像这个红色的这个Color的代码 它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先把它复制起来 那么像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利用 用W3School这个Try it yourself这个按钮把它按进来 那像这些背景颜色 Background Color它是黄色的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颜色代码把它改掉 把它贴上去直接送出Submit Code把它送出 你看我们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改了 非常的简易 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透过它的这个线上的练习的视窗 就可以马上看到效果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教学的连结 如果你对于CSS哪些语法不熟悉 那你都可以把它点减进来 然后呢 针对它的什么叫Margin 什么叫Padding 里面来做这个教学 例如像Margin Margin其实它叫做这个外聚 外聚 那你可以把它试看看 把它Try it yourself 它告诉你说它只要P呢 它对上面有没有上面100 下面100 左边50 那如果说我把左边呢 左边50呢我把它缩短变成20 好 当我把它送出这个call的时候呢 我想这个地方它就会嘛 缩短变成20 有没有 好这个地方就20 OK 那 请大家一定要去 呃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要查询这些 呃 语法应该怎么用的话 请多多利用这一个 网站叫W3school 非常非常的推荐这个网站 你看一下 现在可以给你